好那下面继续那下面呢基本配置配完了以后下面该干什么了先应该发布信息了刚才我们讲了发布信息发布几元组信息啊 发布六元组信息吧对吧发布的信息要是六元组 六元组对吧六元组 那在这个六元组里面那除了我们原来的链路 对吧然后呢邻居以及距离以外还有带宽对吧然后呢清合属性以及T的cost值一共呢就是六元组信息 那我们标准的这个SPF算法就是链路状态协议能不能发布这个六元组信息啊很想是不能的 那所以说我们要对我们原来的这个协议呢进行改造对吧 我们要看看这个它是对这个链路状态协议进行了哪些改造对吧 对链路状态协议进行改造啊 配置呢很简单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它怎么改造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 嗯我们先看ISS 我们先看ISS 首先呢ISS基于什么设计的 我们都知道ISS是基于TLV设计的对吧 叫做什么Type LensValue对吧 Type LensValue 然后呢要让它支持流量工程的话呢 首先要不它的这个metric style改成wide 改成wide 然后呢新增了几个TLV 把新增的几个TLV呢给记一下啊 新增的几个TLV给记一下 第一个TLV呢叫做TLV22 扩展的中间系统邻居 啊扩展的中间系统邻居 啊扩展的中间系统邻居 用于替代呢原来我们TLV2 对吧TLV2 然后呢TLV134 TLV134 叫什么呢 哎叫做MP-20流量工程的Rot ID MP-20流量工程的Rot ID 啊MP-20流量工程的Rot ID TLV135 扩展的IP可达新增进系 代替了原来TLV28130 这个没什么好说了 对吧 那说白了就是把那个metric 从原来的6 10 改成了2432 对吧 6位和10位 改成了24 和32 对吧 改成了24 32 好 这块没问题吧 进好了没 那我们之前的那些什么带宽呢 什么那个 呃 轻合属性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呃 呃 T cost值 全部都在TLV22 里面携带 好 下面一个 你知道了 啊 RSS为了支持流量工程 实际上是新设计的几个TLV 对吧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TLV 怎么配置可以让我们的RSS支持流量工程呢 现在 现在实际上我们这个ROS里面或者说 呃 华为的这个 呃 VIP里面对吧 或者说 那个我们Juniper的Junos里面 它 SS已经改造过来 只要你配那几个协议 它自动就支持了 那听懂我意思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配的时候 该怎么配呢 就MATIC STYLE WIDE MPS TRIFGIN链 到台里LOOKBACK0 MPSTRIFGIN链 Level1 好 看一下 这三条命令记一下 啊 第一个让它支持STYLE的 啊 WIDE的这个MATIC STYLE 接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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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MPSTRIFGIN链 ROTAT LOOKBACK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网络呢 看成是分层次的 对吧 对吧 虽然说是在相同的物理设备上 相同的物理面部上 但是呢 我们可以构建不同的逻辑拓 对吧 那IGP单拨的也有拓 对不对 BGP呢和IGP的那个拓幅呢 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那现在呢 有MPS流行工程 对吧 在每一个层面 你都需要一个标识 那就是你的所谓的ROTAT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使用LOOKBACK0 作为你的ROTAT 对吧 OK 然后呢 你这个发布是在哪个 里面进行发布的 是在Level1里面发布的 还是Level2里面发布 如果OSBF 你是在ERROR0里面发布的 还是在ERROR1里面发布 能听懂吧 这个是在哪个区域 哪个Level里面发布 对不对 发布完以后 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信息 Show RSSDatabase Level 1 R1.00-00Detail 发现里面 虽然说它变了 以前叫做中间系统0G2 中间系统0G25 但是现在呢 叫做中间系统 扩展的中间系统0G 扩展的 看到了吧 但是呢 我们没有发现那 新的三元属信息吧 什么带宽 什么T cost 轻合属性 我们都没看到 有点多听懂吧 咱们都没看到 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一下 应该怎么说 应该这样说 不是加Detail 加Verbos说 记一下 Show RSSDatabase 数据库Level1 然后呢 SBID以及叫Verbos 好 命令记好了吗 Verbos 虽然说它都是详细的意思 但是这个Detail就说不出来 奇怪不奇怪 挺奇怪的哈 好 然后再继续往下看 往下看 在这块 对吧 这个呢 是邻居 你到R呢 你有一个邻居是去往R的 对吧 这下面呢是他的信息 下面是他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里面包含什么信息 第一个就是轻合属性 轻合属性 轻合属性我们等会儿讲 等会儿讲 那实际上呢 你看这块 实际上呢 TLV下面都有一个Sub TLV了 Sub TLV 3 6 8 对吧 但是呢 对于我们学习来说 嗯 没必要 了解他这个细节的这个什么Sub TLV 几 没必要 你只需要了解里面有什么 有没有信息就行了 对吧 我们看看 他有什么 本端接口IP 对端接口IP 对吧 好 下面呢 新的三远组 不是新的三远组 六远组里面 新增的三远组 对吧 第一个是带宽 带宽第一个就是什么 接口的物理带宽 我们S1-0口 去往R的S1-0口 是不是1.540兆啊 对吧 当然呢 我们可以通过手工命令杆 通过这条命令杆 Bandwise 对不对 Bandwise 改成1兆 你Show interface S1-0口 那你这时候看的时候呢 带宽就变成1兆了 对不对 我们在接口上面 可以通过这个Bandwise 命令来可以改这个带宽 当然了 这个跟接口的物理带宽 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啊 这个物理要打什么 要打双引号的 对吧 物理带宽 物理带宽 这个呢实际上要打双引号的 不是真正的物理带宽 对不对 它是通过手工命令敲的这么一个东西 通过手工命令这么一个敲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带宽一兆 好 看里面的这个信息 这边带宽是变成 对吧 没改的 没改呢 没改呢 这太奇怪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那我以前的这个 iOS呢 改完以后都会那个 改了呀 太奇怪了 你看我以前的那个视频同学应该了解这个东西 你clear一下看看啊 show isis the database level 1 r1.00-00 verbals 哎 这有点奇怪 哦 必须要clear 哎 我以前那个不clear也可以生效的 哎 他这奇怪了 我再改回来 但是1-0口 no-bandwise no-bandwise no-bandwise以后 那我们接口带宽又变成1 1.50兆了 对吧 好再说一下啊 好你看没改过来哈 另一个我来 对不对哎 这有点小奇怪 clear ss 行 有没有这个 r1.50兆这个 改这个 没那么快 好 clare完成之后 他又重新 发了一个 这把变成药物实实了 对吧 哎 这有点意思 物理贷款 第二个呢叫做 可保留的 reservable global pool 带宽 叫做什么呢 叫做每个接口最大可保留带宽 对吧 现在是零 然后呢 每个元集可以使用的带宽 就是还没有保留的 又可以使用的 可以保留的 多少带宽 一共有八个元集 零到七 哎 为什么都是零啊 为什么都是零啊 那是因为我们在接口上面 并没有配置 一个接口最多可以保留多少带宽 怎么配呢 通过这条命运配 叫做ip isvp banwise 后面可以直接写一个多少 后面可以直接写一个多少 直接写一个多少 比如说写一个 一种 ok 直接写一个 ipisvp banwise 那么说一下 show ip isvp interface show ip rsvp interface 首先这个怎么看啊 怎么看 那这个呢 s1-0口 rsvp 是enable状态 enable状态 接口最大可保留带宽 依照 每个流最大可以使用带宽 也是依照 那对于我们mp2流量工程来说 这个呢 是不看的 这个是跟qns有关的 这个跟qns有关 我们 跟咱们有关的是哪一个 实际上是这个 这边已经分配数据多少 现在还没有分配 所以说0 对吧 所以说是0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所以说这块是0 这个没有好说 好 那下面继续 show isssdatabase level1 21.00-v0 verbals 好 这时候你看到 每个接口最大可保留带宽 是不是依照了呀 对吧 然后呢你会看到每个原集 现在有没有原集 在使用带宽 还没有吧 我现在还没有在使用呢 所以说每个原集 可以看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个 知道啊 那这个原集后面我们会讲啊 你先看到有八个原集就行 一共是0到7 对吧 0的级别最高 7的级别那是最低的 7级别最低 0级别最高 就没问题啊 好 这条命令打上去以外 除了这个命令以外 我们还可以后面不跟带宽 直接回车 直接回车呢 他会自动的 给我们分配一个值 自动分配一个值 分配一个多少呢 show IPICP interface 他分配接口带宽的75%给你 就是说 这75%可以被你预留 可以被你预留 好 1158是70% 我们可以算一下啊 CLC 7 那么 用1158 除以接口带宽 是1514 对吧 等于 75% 对不对 你如果说呢 把接口带宽改为多少呢 如果说把接口带宽改为1兆 好 这时候的话呢 他在 就是750K 最多是百分之七数 这个呢 为什么是这么多呢 为什么是这么多呢 这个要说一下这个接口带宽的构成 这个要说一下这个接口带宽的构成 以前呢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调的 现在呢 命令不支持的 不允许你调的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一个接口 就是整体的一个贷宽 默认情况下呢 有75%和25%的一个支分 这75%用于跑什么呢 业务的数据 对吧 业务数据 然后呢 这25%干什么呢 是给什么用的 给二层的信令和三层的螺行义用的 一个信令还有螺行义用的 啊 据说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跑信令用的 好 以前呢我们有条命令 叫做 maximum reserved bandwidth 这在maximum reserved 那reserved好像是这样写吧 reserved bandwidth 啊 有这么一条命令 借口下面 后面呢 是个百分比例 默认的是75% 你如果说呢 改成80% 那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他们这个比例呢就变了 不再是25%了 是变成80% 和什么 20%了 如果说你写100 你写100代表什么意思 那这样的话呢 100%都给什么 业务数据 那你的这个二层信令和三层路协议跟他抢吧 那这时候会造成什么 当你数据量过大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你二层信令和三层路协议 这种报纹给他给什么 让他给丢弃 那一旦给丢弃掉以后 你的 业务流量很大 会把那个叫做信令的流量给挤掉 信令流量一旦挤掉以后 就会出什么问题啊 那你他认为你链路荡了 对不对 或者说说不到对方的报纹 认为你链机关系荡了 这时候呢他要 所以说 现在呢不可以让你是通过命令改了 啊不可以让你是通过命令改 他干什么事 他呢就是25%75% 然后呢 路由器自己调节 你就甭管了 你甭管了 我们这个 嗯 IP ISVP Bandwise Bandwise 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说 将来的话呢 我们在预留带宽的时候 啊 这么多带宽是可以让我数据预留下来的 可以让我们数据预留下来的 那这时候 如果你带宽是多少 如果你带宽是多少 如果你的带宽是一兆 你预留一兆 那这样的话呢 别人还能不能用了 别用不了了 就是说你预留下来的 别人是用不了的 其实你预留下来以后 即使你不用这个隧道 别人也是用不了的 就相当于 我要开演奏会 我一共要发布出去一千张门票 一共要发布出去一千张门票 我一共印了一千张门票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说预留多少 最多预留750 那还有250可以卖出去 假如说我预留 一千张 那还能不能 想买的人还能不能买到 根本不可能买到 对不对 那就是一样 你全部预留下来以后 想从这个接口走流量的这些数据 根本就没有再发展可以让他们用 那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你在配这个时候呢 一般建议不会超过7% 但是呢 你看啊 我借口的 漏掉 那这时候呢 带宽又变成1544了对吧 变1544 那这时候呢 你的这个IPICP interface 又改成1158 对不对 75%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呢 那我们的结果上面 你去敲IP ISVAP BenOS 10兆 你照样的敲上去 照样是能敲上去的 我们以前的那个设备上面也是可以敲上去的 以前是最老的设备上面是敲不上去的 它会自动检测 你这个ISVAP预留的这个带宽 和你这个接口实际的这个带宽比较 如果说你这个大于75%了 它就不让你敲了 但现在的RYS 你敲 照样能敲上去 但实际上会不会出问题啊 实际上会出问题的对不对 当然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不建议这样敲 一般呢 你要预留 你实在不知道预留多少 那你就敲一个什么 IP ISVAP 回车 你要知道 预留多少 你就敲上这个就行 对不对 敲上一兆 这样的话呢 你售 ISIS Database Level 1 R1.00-00 Verbals 这样查看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啊 接口物理带宽 L544 然后呢 最大科普流带宽 一兆 每个应用机可以使用的是一兆 这没问题吗 没问题吗 啊 这个OK的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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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takt